在商人節慶祝大會的前夕 我要預祝各位得獎人 表達最誠摯的祝賀及感謝之以 各位在經貿交流 事業創新 以及企業社會責任領域所投入的熱忱 讓臺灣越來越有活力 現在許多關鍵的指標 都說明臺灣的景氣正在復甦 我們看到經濟成長率超乎預期 出口表現也非常亮眼 這個禮拜公布的9月份失業率 更是近17 年來同月最低 這表示一個正向的循環已經開始了 要藉著這個機會 我要感謝在場許多企業先進 像在座的賴正義理事長 還有古肅勤董事長 都想應政府的政策 大幅為自己的員工加薪 謝謝 我相信當經濟成長的果實 可以分享給所有民眾的時候 正向的循環就會延續下去 臺灣也一定會越來越好 在場也有幾位跟我們非常友好的駐臺代表 我首先要謝謝庫博大使 致力於鞏固臺灣跟海地的邦誼 我們期待透過彼此的努力 我們兩國在經貿文化各種議題上的合作 都能持續向前邁進 臺灣十分重視歐洲在能源 在綠能 智慧應用 以及循環經濟發展的經驗 我保證 我們會盡全力確保市場的開放性 以及政策的穩定性 營造一個更好的投資環境 以便吸引世界各地的企業 特別是創新型的企業前來投資 我也認同羅伯特代表說的 臺灣和印尼可以強化化工跟ICT產業的合作 而陳薇海代表之前也談到 臺越可以針對基礎建設領域展開合作 我要感謝兩位對新南向政策的響應 強化跟新南向國家在產業跟基礎建設面向的合作 就是我們極力在推動的工作 例如 我們現在正在推動由銀行提供的融資ODA的計畫 新南向國家或者邦交國 可以從我國的金融機構取得優惠的貸款 然後由臺灣廠商提供高品質的公共工程服務 達到互惠互助的效果 現在新南向政策的初步成果 已經展現在雙邊的投資 貿易 觀光 以及教育等各個層面 文正在證明臺灣是連接亞太 東協跟南亞市場最好的據點 我要歡迎全球企業跟臺灣企業合作 共同參與亞洲新興市場的成長 本屆得獎的優秀商人 創新老店跟生根代表 就是可以考慮合作的對象之一 像是太陽堂的老店 東荷自由 還有剛才講到梁喜浩的魷魚羹 還有許許多多我們在地的特色產業 其實都有很多行銷世界的潛力 而且我們也看到他們的第三代 第四代 今天都在這裡 我們也看到這年輕街棒的人 將會更有衝勁和擴張的能量 臺灣以及亞洲充滿了無限的機會 這些機會屬於每一個應時打拚 求新求變的企業 現在就是我們應該大步邁進的時候 我也期許大家再接再厲 不斷的進步 最後 我要再次感謝各位 對臺灣經濟跟社會的貢獻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事業發達 謝謝 謝謝